各位光明前程的网友你好 这两天呢大家知道这个在中国 关于疫苗是假疫苗 医死人的这个事情呢炒的可以说是翻天倒海 那么关于这个疫苗它的这个性质 我们在网上呢看到有一个人做了最准确的解释 只有两个字就是杀人 这个原话是这样的 是北大医学部的专家将注射失效的疫苗总结为两个字 杀人 也就是说中共的疫苗就是一个杀人 和赚黑心钱的这么一个利器 当然这一次这个疫苗事件 那是来自于 7月21号 有一位叫做 社委爷的人 他写的一篇文章 叫做疫苗之王 后来呢这篇文章 在中共国 中国内地 已经被删除了 那我看网上呢 有很多媒体 对这个疫苗之王 这篇文章 已经做了阅读 也有的做了分析 我在那边就不再赘述 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呢 我就把这个社委爷的 这个疫苗之王这篇文章 再贴上去 供大家看 这也是用来指证 中共的这个罪证 或者说 一个非常重要的罪证 那么关于疫苗的事情呢 我看到网上 由于叫唐志顺 他写的一些这个文字 感到非常有意思 他也提到了 说这两天 炒作疫苗 是不是真的 就像有人 所猜测的一样 转移视线 转移什么视线呢 比如说这个转移 中美贸易 中共产败的视线 转移 汇率产败的视线 转移所谓的 征收房地产的视线 转移 这个习大撒币 这一次呢 到国外去防卫 进一步大撒币的视线 我觉得这些所谓的 转移视线论 阴谋论 从某种程度来讲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唐先生 唐正春先生 他写的关于 这个中国疫苗 它的来源的文字 才真的 值得我们思考 那么他提到 这个现在人们 都比较热炒的 叫什么 天坛生物 那么当时呢 他追溯了 这个天坛生物的源头 唐正春先生呢 他是知情人 他源头叫 中华人民共和国 卫生部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这是中共国 卫生部的 一个生物制品研究所 那么他说 这个研究所的 这个来源和经历 更有意思 他说这个研究所 最初起源的 是这个 来自于 1919年的 北洋政府的 中央防疫 叫中央防疫处 不过呢 后来 关于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卫生部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也就是说 后来的 所谓的这个 天坛生物 他的渊源 唐正春先生 他揭示出了 一个令世人 十分震惊的 真相 就是 这个中共国的 所谓的卫生部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他的前身 有很大一部分 是来自于 黑太阳731的 那个731部队 就是日本的 黑太阳731部队 也难怪 这些毒疫苗 它的根源 都与 长春 有关系 等会我们再做解释 他说 日本国 战败以后 这个731部队呢 一分为四 一部分人员 包括资料 去了美国 一部分去了苏联 一部分去了日本 还有一部分 留在了中国 留在中国的这一部分 变成了 华北防疫小组 归这个杜渝明 直接指挥 后来呢 这个国军战败 变成了共军的研究机构 这时候呢 就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卫生部 生物制品研究所 也就是说 这个中共国的 生物制品研究所 这个卫生部的 这个生物制品研究所 实际上 有很大一部分 他的科研力量 他的来源 是来自于 731部队 那么唐志顺先生 进一步介绍 说 后来 就是根据中共的口径 所谓的为了战争 或者是防疫的需要 便把北京的 这么一个研究所 参分成了七个研究所 分布在中国各地 分别是北京 长春 成都 南州 武汉 上海 昆明 这七个研究所 这一下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 这个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 它是这一次 做假疫苗的 这个发源地 原来它是 来自于 这个731 那么唐志顺先生呢 他还介绍 说当时 大家知道 中国 在70年代 到90年代的时候 这个乙肝 这个病情呢 比较盛行 当时呢 这个有资料表明 我在网上查到的资料 1989年 美国的默克公司 以700万美元的价格 将最先进的 重组乙肝疫苗技术 转让给中国 那么这个在转让过程当中呢 默克公司没有盈利 那默克公司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我们看一看 他当时这样解释的 说当时默克公司的总裁 首席执行官 董事会主席 叫罗伊瓦杰罗斯 他说因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我认为这是默克公司 在20世纪做的 最好的商业决策之一 虽然没有利润 但他有拯救的 生命数量超过了 默克曾经做过的任何事情 对不起 但他有望拯救的生命数量 大家知道 在中国 可以拯救一万人 他说 五十年后 中国将根除乙肝疾病 那么当时呢 这个罗伊瓦杰洛斯 他了解了中国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他说为了让每年两千万新生儿 免受乙肝病毒的感染 中国政府迫切需要 为所有的新生儿和高位人群 提供安全有效的乙肝疫苗 他这样说 1988年 当中国政府代表团 与默克商谈转让 重组乙肝疫苗技术时 默克公司非常乐意这样做 因为当时中国乙肝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严重 疫苗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但是 由于中美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 谈判呢 曾经一度陷入僵局 最初我们希望向中国出售乙肝疫苗 但是我们很快就意识到 即使我们把价格降到最低 他们也难以承担 在美国乙肝疫苗 需要在半年内分三次注射 费用呢是100美元 但对当时的中国普通家庭来说 这笔支出相当于他们大半年的收入 因此我们开始谈判 技术转让 那么价格问题再次出现 我们将价格一再压低 我很焦虑 时间如此紧迫 我又想保护孩子们 免受这种致命疾病的侵袭 新生儿在出生24小时之内 就应当接种第一次疫苗 最后我提出以700万美元的这个底价 将这项技术赚给中国 因为我知道 我们培训中国工程技术人员 和派遣默克人员去中国的费用 将会大大超过这一数目 几个月以后 代表们同意了这么一个提议 也就是说默克公司 它是以700万美元的底价 把这个技术转让给了中国 可以说是无常的转让 那么转让了以后 唐子顺先生 根据他的这个描述 中国政府 中共国当局是怎么使用的呢 他说 当时乙肝疫苗的车间 是由默克公司提供的设备 说相争性的收了一些钱 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700万美元 那么不过呢 当时签订协议时 附加了一个条款 就是中国生产的这些乙肝疫苗 不可以出口 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乙肝大国 这个美国呢 它还是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善局 因为他也知道 中共国政府有可能 会制造了这个乙肝疫苗 出口赚钱 那么既然不可以出口 那于是呢 他就在 中共国统治的范文历 由中共当局 兴建了 我看这上面写的几个车间 兴建了两个车间 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药水 这个生产药水的目的是什么呢 根据唐志顺先生 他在描述 生产药水的目的是卖钱 唐先生描述到 卖钱才是头等大事 也就是说 大家看一看 中共国 它生产的疫苗 不管是合格的 还是不合格的 不管是 所谓的有毒的 还是无毒的 那么卖钱 赚钱是头等大事 而不是所谓的治病救人 这也就 应对了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北大医学部的专家 他把这个注射疫苗 总结为两个字 就是杀人 也就是说 中共国的这个疫苗 它的核心 与本质 就是杀人 它继承和学习了 731的杀人技术 然后 将这个杀人技术 再进一步扩大 不断地 在屠杀 中国人 尤其是 新生儿 孩子的生命 通过这个疫苗事件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共国 它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明显的 专事 捞钱 专事杀人的 这么一个土匪组织 那我们看一看 相关的资料 还说明 说如果美国 出现了这种药品 或者是疫苗造假 现在外面下雨了 我很快就结束这个节目 说会怎么办 说美国商标保护法 明确规定 故意制造和销售 假货 重贩者 将面临最高 十年行期 个人50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 三千五百万美元的罚款 另外 美国联邦法律还规定 自假 受假 出犯者将面临 十年以上的监禁 重贩者将面临 二十年以上的监禁 和五百万美元以上的罚款 因假货造成死亡 后果的个人 将会被终身监禁 这是美国的 相关规定 有人说 这一次这个疫苗案件 突破了 人民的底线 大家看一看 中共国 统治的国家 中共统治的国家 人的什么底线没有突破 什么道德底线 人类底线 各种各样的底线 完全都被中共国突破了 我可以这样说 所有的 这些假疫苗 这些毒疫苗的源头 我们做进一步的总结 那就是 中共国的这个制度有毒 一切都是制度惹的祸 中共 这个邪恶的政权 专制独裁 制度不出 那么中共 中国人民 各种各样的遭罪 它就会一日 也不可能停歇 所有的这些问题 都是来自于 中共的邪恶制度 也就是说 一旦这个制度有毒 你就不要盼望 在这个有毒的制度之下 还有什么 无毒的事情 能够出现 好 外面下雨了 大家看看 我的衣服已经湿了 我们这期节目呢 就结束 我们演示一下 我们的首诗语 天下导供 恢复中华 携手并进 光明虔诚 感谢各位光明虔诚的网友 观看 请你转推 再见